天台止观法门,天台四部止观,一,小止观,止观,即定会,约记诏,同出一明。 诸佛修正不出止观之门,小止观乃大部之梗盖,入道之书机,与禅门要略同为禅门修正要略。 二,不定止观,即六妙门,属,随,止,观,环,静,不定者,无别皆位,约前见后盾,更前更后,护前更后,或惜观为止,或照止为观,顾名不定止观。 三,剑刺止观,即是禅波罗密次第法门,四,圆顿止观,即磨合止观。 天台小止观,右座修习止观作禅法药,作禅法药,同盟止观。 随带至义书。 本书系天台至义大师为其俗兄陈真所述,为有观摩和止观之梗盖及入道书机之书。 内容为尼环之法入门虽有多图,但论其节变,则不出止观二法。 指为爱养心时之善姿,观其策发神解之妙述,故誓此二法必须长君等原备。 四立时科,谗说修习止观之珠要领。 时科即是,聚元,喝玉,气概,调和,方便,正修,善法,绝魔,治病,正果等十章。 二十五方便,为天台加观心修行之法,分方便与正修二种,方便有二十五种,正修有实诚观法。 二十五方便行分为五科,即 一,聚五元,持戒清净,衣食聚足,闲居敬处,洗诸元物,尽善知识。 二,喝五欲,喝色,生,香,味,处无者。 三,气五盖,气贪欲,称慧,睡眠,调慧,疑,等五法,疑无法。 盖复心神,使不能发定慧,故称为盖。 四,调五式,调心不沉不服,身不缓不及,膝不色不滑,绵不结不字,食不积不饱。 五,方便五行,行欲,精进,念,巧慧,一心等五法。 六,坐中修,一,对智初心修至观,修至,一,细元至,二,至心至,随心所起便至之,三,体真至,习至因缘无自性。 修观,一,以不敬观对智贪欲,二,此心观对智称慧, 三,分别观对智者我。正观,观诸法因缘无性,即是实相。 二,对智臣服修至观,一,心沉暗修观,二,心服修至。 三,随便宜修至观,不拘服,臣俱可。 四,对智定中细心修至观,定人细骨绝身空气授予快乐,不着爱见。 五,君起定会修至观。 七,六,圆中修至观,行,住,坐,卧,坐,语。 八,六,根门修至观,修至,眼根,见顺情不起贪爱,见为情不起撑恼,见非造为非顺,不且无名及诛乱想。 修观,随所见即向空,见一切法即是空气。 六,庙门,为天台宗所立。 庙,指涅槃,入于涅槃之法门有六,故称六庙门。 此处特指六种禅观,即,一,第一,立别对诛禅。 六庙门。 一,属西门,属西,从医治时,设心,未入定之药法,故为第一庙门。 二,随西门,随西之出入而不计其属,如此则禅定自意引发,故为第二庙门。 三,指门,心指而诛禅自发,故为第三庙门。 四,关门,关五因之虚妄,破种种颠倒妄见,则无漏之方便至可因此开发,故为第四庙门。 五,还门,收心还照,知能观之心非实,则我知自亡,无漏之方便至自然而朗,故为第五庙门。 六,静门,心无注着,闽然清静,则真明之五漏之因此而发,自然断获正真,故为第六庙门。 六庙门中,前三门属定,后三门属会,依此定,会,即可获得真正之菩提。 二,第二,次第相生。 六庙门,属,修属,从一至十摄心再属。 正属,心注息源,觉其虚微,心相见弃。 随,修随,随心出入,摄心息源。 正随,正随,心息相依。 旨,修旨,自诸元律,亦律天然明镜。 正旨,觉身心泯然入定。 观,修观,心是无常,刹纳不住。 正观,觉其出入,得四念处。 还,修还,观从心生,死即不会本源。 正还,任运而行,反本还原。 静,修静,心如本静。 正静,无碍方便任运开发三昧正寿。 三,第三,随便宜。 六庙门,随便宜而用六庙门,不浅四地。 随取依依法适用,若得差,欲,这极为要。 四,第四,随对质。 六庙门,于坐禅中,若发于禅申定智慧解脱。 当六庙门中善巧对质法。 三明六通,实力,四无谓等自然献钱。 五,第五,相设。 六庙门,一,六门自体相设,行者于一属西中任运自设,随旨,观,环,静等无法。 二,巧修六门出生圣进享设,行者于初条心属西,属中成就随,旨,观,环,静等。 六,第六,通别。 六庙门,通别六庙门者,凡夫,外道,二乘菩萨,通关属西依法,而且会不同,是故正涅槃疏别。 七,第七,旋转。 六庙门,第六通别庙门观中说,明从甲入空观,得慧言,一切智,是二乘与菩萨共法。 今明从空出甲旋转六庙门,即是法眼,道种至,不与二乘共。 今此旋转六庙门与今此旋转六庙门之共与不共,与凡夫二乘不共行。 菩萨者当属西时,发大誓愿,成就众生进佛国土,即当了所属西不生不灭,自己是空空及西成就西念,如梦如幻,菩萨聊西,无西可得,从医治时,寥寥分明。 菩萨观西,通达四地,菩萨聊西,空通十二因缘,菩萨聊西,无性通达六地,六度。 八,第八,观心。 六庙门,死为大根性行人,善食法恶,不由四地,玄照诸法之源。 六庙门观西法,属门,知一切世间,出世间,皆从心出,离心之外,更无一法,当知心者,即是属门。 随门,当观心之一切属量之法,息随心王,心王动故心属意动。 指门,行者当观心时,知心性计,诸法意计,即不念故不动,即止。 关门,行者当观心时,觉了心性有如虚空,无名无相。 环门,行者当观心时,不得所观之心,能观之志。 静门,虽分别一切法,不着一切法。 成就一切法,不染一切法。 九,第九。 元观。 六庙门,元观属心门,行者观一心,见一切心,即一切法。 观一法,见一切法,即一切心。 行佛行处,诸佛诸处,死身得六根清净,胎佛之见,朴现色身,成等正觉。 十,第十。 正相。 六庙门,从前九种庙门,皆修阴之相,一间正果。 一。 四地正。 二。 护正。 第三随便宜。 第四对质。 第五相设。 第六通关。 此四种庙门修行方便无定次第,故正已复回护不定。 三。 旋转正。 习中护发六门禅相。 前后不定随,指、观、环、静,一一护正相依如是。 是禅波罗密次第法门,凡十卷。 随待天台至以术,法甚计,其后灌顶再加边整。 略成禅波罗密。 右座见四指观,次第禅门。 其内容乃于三种指观中,详说见四指观。 凡分十大章。 一。 修禅波罗密大义。 二。 试禅波罗密明。 三。 明禅波罗密门。 四。 辨禅波罗密全寺。 五。 减禅波罗密法新。 六。 分别禅波罗密前方便。 七。 试禅波罗密修正。 八。 显示禅波罗密果报。 九。 从禅波罗密起教。 十。 皆会禅波罗密归去。 其中。 一。 修禅波罗密大义。 细叙述全书之大义。 略论十非心。 并明菩萨之四弘事愿。 二。 试禅波罗密明。 九禅波罗密之翻译。 作种种写事料简。 三。 明禅波罗密门。 说禅有色心二门。 即是尖禅。 初是尖禅。 初是尖上上禅等三门之别。 四。 辩禅波罗密全寺。 说自除发心至佛国等修禅之四地阶级。 五。 见禅波罗密法新。 明法新分为有漏、无漏、 亦有漏亦无漏、 非有漏非无漏等四种。 即说佛以四西弹之因缘。 说此法。 六。 分别禅波罗密前方便。 未欲开发内心。 安心习学者。 是修禅之前方便。 初说外方便定外用心之法。 即二十五方便。 四明内方便定内用心之法。 七。 是禅波罗密修正。 未禅有世间禅。 亦世间亦出世间禅。 出世间禅。 非世间非出世间禅等四种。 并详说九想。 八念。 十想。 八悲舍。 八胜处。 十一切处。 九四地定。 狮子奋训三昧。 超越三昧等九种禅波罗密。 而原理无漏一段即非世间非出世间禅修正之下,即后知果报、契教、规矩等三章,则却而不述。 摩合纸观。 凡十卷。 或作二十卷。 天台大师质疑。 西元五百三十八到五百九十七。 讲述于随代开黄十四年。 西元五百九十四。 弟子贯顶。 西元五百六十一到六百二十七。 笔录。 又称天台摩合纸观。 略称止观。 与法华悬议。 法华文聚合称法华三大部。 本书未至已晚年所讲述。 亦为其著作中体系最元熟之论书。 书中详说原顿止观之法。 阐述至已独特之宗教体验与宗教实践。 至已为续说以禅观思为体得超常识之宗教境界之运傲。 原顿止观。 故将其具体实践法分成总论略说。 五略。 与别论广说。 识广。 详下解说。 五略。 指发大心、修大行、敢大果、列大网、归大处等五段、识广。 指大义、市名、体相、设法、偏远、方便、正观、国报、起教、指规等十章。 二者并称五略识广。 本书之注释书颇多。 有湛然之指观辅行传红诀四十卷。 指观一里二卷。 指观大义一卷。 吉良素之删定指观三卷等。 指观大义。 是心。 菩提者道。 智多。 心。 发心。 四种四地与菩提心。 四红誓愿与菩提心。 四种发心。 六级与菩提心。 行元教发心与六级。 修大行。 常做三昧。 常行三昧。 半行半做三昧。 非行非做三昧。 先近。 旅行三昧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